第九场赛事 继续回到第九场赛事 这一场是三班千二的短途赛来的 fit的马,有三只大帽子的马,有六匹的 灰比边东四,奇艺先锋,初次榜利 除了个防斜跑的口含铁 初用环形口含铁的 大号马,长盛霸区就初出 初戴眼罩,初戴交叉被沽 伟大那些是这样的,很多交叉被沽的马 好了,英之星,我觉得这个马还是维持的状态水平很好 不过你都六岁了,其实这几场的表现 他都算不差了,真是 之前都拍了火,早地都走得挺好的 接着就灰马,船风飞影 那海变就是惊喜来的 他是一只都很乖的马,这个船风飞影 那你见到上次的马的姿态这么厉害呢 怎么会说他不厉害呢 丁运冥着,那不知道会不会是又宿程赚了这级数 还是怎样的 但我觉得这个路程真的会短的 因为现在跑马的 整天是大圈骑的 这些马就是 好了,接着轮到席魏先锋 转到丁冠豪那里的 单位就明欣赏 明欣赏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浩元讲的原因 就是跟着马跑,吃了泥呢 他不断就给了两步骑士也装一装 但是马上自己有些移动了下去 那就有少少疑问了 那只明欣赏 始终都是季初博了很多 那你那只奇艺先锋 就三番四次在试集里 都试得挺好 不论是从发达 回到香港试 他都有板有眼 他接了手呢 丁冠豪呢 以前我记得在荷良那里试集 不是拨勾 这样试过 那接着他现在接了手 接着慢慢逐一样东西去做 他希望改善 之后再扎起来 他是好一些的 不过 这些马是看的 多多保企 上个星期才跑完 跑那场一千 就跟都跟不到的 那这次是跑千二 夹了几天而已 都是度步为主 没什么特别转变 这个马房都很难跟得到的了 接着是明恩上 我觉得不单止是那个泥地杂 那样吃一些泥 其实我觉得这马 没有之前那么聪明的 这马应该是跳得 很确定的可以 反而这只超威星呢 这货何宅遥试呢 都算试得不错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他会用Joring跳呢 他是会比较劲一点的 但是这货何宅遥试 他就算是夹的 长盛霸区粉红衣服 前面白帽在那里装什么 好了 看完这只长盛霸区 在里面位置的 我觉得这又是 将右手将成 突然之间扯一扯 让马的脚开得好一点 前面白帽那只其实也是 不过呢 你留意一下这只长盛霸区呢 就算是大盏袖 那些前后脚走过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些协调性呢 好像是差一点的 很紧张啊 整只马走 跳的时候我看他的跳功夫都是 是啊 这些货呢 回到香港 还没弹杂 都是啦 你 感觉上看上去 首先这只马的颜色不漂亮啦 还有那些步骤 实在比较轮盡的 那我想这些应该要热一下身啦 加上呢 又有个心律不正体了 这期每个都说伟达那些四岁劲的嘛 好了 腾龙区 这些都很难计的啦 有时那些马的动作是 我自己不喜欢啦 他一向我都不喜欢啦 那但是也会说 别人都这么厉害啦 这只就都跑过了啦 光明先驱呀 那出到来都没段好看 他还有一点小小 就是轻轻急口一点啦 还有那只马也是啦 收身可以再做好一点 天天得乐 这一货就已经 最后市跑那些随便单跳啦 还挺好的 这些河梁都有几只这些马啊 今晚 上货拍跳田泰安又是啦 松下去就来了 是啊 跳赢那只27啦 那接着就金转贵人 都是星期六招跳的 那走得都算挺顺的 不过走回去就不是那么乖啦 好了 来到第九场 就三班千二米的 这一组就好像选得上手 但是马不算太多 所以形成呢 二澳的船风飞影呢 就是恶到云的 那你见这些马呢 赢起来呢 就是那个感觉 是很明显就还有 有余未尽啦 点到即止的马来的 那就抽了个四档 又不是很重磅呢 疯疯疯啦 都是这些马强的啦 十二号金转贵人呢 其实他刚才那一货快跳呢 跳完回去呢 那些马仍然有一些年轻 三岁马 那我见到他走回去呢 一见到那些对头马呢 他就恶了 有点想起琴的那只马 莫雷拉第一次骑他啦 就是第一次操他 就是第一次出赛跑的 但是我觉得他都遷就着这些马的 就是他不会说吓死那些年轻马啦 没有说立即逢他两边啦 就是令他好像觉得害怕了那样 他是没有的 你想动 有你动 你想慢慢走的 有你慢慢走的 那我觉得他对待这只马呢 都算挺有心机啦 其次的马就灰脚啦 我想都是拖回那些鹰之星啦 姓序准成啦 腾龙驱啦 又是那些没断揽的马啦 应该这么说 十一的天天得乐呢 就初跑菊草的 那我不知道他菊草的情绪会怎样啦 因为有时这七身马呢 就不知道的 很明显你看看昨天 那只超翠 很久没有跑沙田啦 出来的走一圈呢 他是有点急的 但是他上到名的 只不过我想带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那些马走一圈呢 它的菊草和田草呢 可以很大分别的 所以这些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啊 所以 我说真的 你说的神糟跳马呢 我喜欢莫雷拉多些的 就是他不跟潘顿的 是两种东西完全不同 我不是说潘顿不去教好一些马 而是莫雷拉更加有心思一些 跑马令计啊 这个大家见解不同的 他有些马 就算你真是像你说的 他新的对头马 想起琴 想飙 他的马是慢慢安抚他 就是等他再不要害怕 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他是有这种的心机 我喜欢这些 因为你始终在神糟里面 那些马是在学习 就是正如说 你打鞭打得厉害 那只马很害怕的 会缩的 也都有这些 有些人打得很兴奋都会 我当然不会说一概而论 你要看回那只马的本质 年纪是怎么样 为什么高冬尼那些马 那么少打鞭 就是 其实这些 你只是玩那手炮那手 你已经很够了 你不用经常打开那些马 二号马的这只船风飞影 当然是有潜质 我刚才所说有些马的动作 我不是很喜欢的 比如九号马腾诺区 其实这些我一向都是 我一般的动作 但是他拍得好 雪战神区就是 其实由新马回来 那些步都不漂亮的 但是他因为谷草千区就会赢 但是刚刚跑沙田千区 他觉得动作有子虑 就立即会这样 那看到时会怎样 长胜霸区的Fashimus Award 夏姆斯奖 这些马 暂时来说成员虽然少一些 但是今季成绩真的挺好的 最近美丽在线包装大奖 都赢了马 另外还有蒲俠超德 在今季较早时 也打开了胜利之门 夏姆斯奖 是Snitzel的子字 服役的时候很厉害 他赢了两场头马 但是两红都是一级赛 先在2013年赢了 郭士囤 澳洲三大半冠的赛事 另外去到2014年 就赢了澳洲坚利大赛 其实他赢了郭士囤 只是三岁初 而他的赢马逃程 就是1600米 和2040米 至于长胜霸区的母系 Tescarosa的女儿 罗沙的女儿 曾经在澳洲遗省的乡村马场 赢了一场1200米赛事 母线家族的近代成员 其实长胜霸区 有不同 没有兴奖来过香港跑 就是中赛 但是就没什么成绩 一人只要上个名 而其他母线家族的成员 很多都是 初期跑短途开始 跑跑一下 转到跑中距离 越跑越长 甚至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都赢得到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因为长胜霸区 看起来应该都是这类码 初期跑短途开始 但是跑到中距离赛 或者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有可能更适合他发挥 长胜霸区来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 新南威斯州 和昆士兰 但是布里斯本合共上阵五次 赢过三场头马 三次赢马 全部都是千亿米的草地赛事 全部都跑右转 直路赛 和胶沙地赛 他都没跑过 韦达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乘马 又一匹 那匹就是当家精神 长胜霸区 去年 2021年7月21号的时候 在澳洲布里斯本的 英元马场 EGOFARM 赢了一场千亿米赛事 这场赛事是当地第五次上阵 第三次赢马 是一场指标评分 65分的样赛 镜头看到前面红三个 长胜霸区越大越有 起步在外档 割了来之后 中段据万步促 入到直路 一弹弹弹了 对手 回到这里 赢了三四个马位 看就很远 其实不是的 差不多埋到中点的时候 他有点力弱 不过就找粗胜券 第第三名的马 之后在当地 各赢了一场投马 第九场赛事都研究过 看Feed都真 选了什么马 我就选第四场的 钻石复星 我就选第五场 有心有刑 钻石心刑 今天重复多次了 未来的赛事就安排在星期三 快会局安排了 九场的夜马 6点45分 就会开炮投场的赛事 到时再和大家分析 拜拜 拜拜